大規模山崩山壁石塊 不斷掉落地點就在頭83線 25公里 居民募集山崩 閃避落石 差點被砸到 真的是好險 民眾跑得快沒受傷 但整片山壁崩塌 倒入陸基 以及五屆隧道出入口 都被土石埋沒 根本無法通行 根本要走這條 通掉了 瘋掉了 現在要到大屋市 要這樣多多遠 很遠耶 五屆隧道口上方崩塌 最大的衝擊就是交通 原本五屆部落和萬豐部落 相鄰不相通 但因為五屆隧道 讓頭83線與頭71線銜接後 一上車程至少要兩小時 也縮短變成十分鐘 不過這場山崩 卻讓便利的交通打回原形 居民得繞遠路 運輸我們的農夫的一個主要道路 要去處理 可能要花上兩個小時的時間 五屆隧道口上方7號山崩面積一寬150公尺 伸然250公尺 縣長林明珍在立委陪同下前來視察 卻在談話過程中有落石滾下來 縣長笑到中段談話幾秒鐘 因為山壁石塊持續崩落 加上崩塌的突失量太大 縣府請公務處等相關單位會刊 確認修復方案再進行清理 恐怕要拖上一個月 請公務處等